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军事行动的失败 我们看到有一些有产者他们用脚投票 买机票去伊斯坦布尔 开车到芬兰边境 而无产者上街反战 有部分被抓进了监狱 而今年冬季过后 我觉得俄罗斯国内的社会政治动荡 将会愈演愈烈 而所谓的中立国 只会越来越近而远至 当然我们看到 中国自媒体有很多喧嚣 有很多立场 但是从中国官方对俄罗斯实际支援来看 与战前其实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那么今天这个结论 也被咱们讨论会徒左 Constantin Solland 他证实 这个Constantin Solland很有名 在俄罗斯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数学家 他现在是支大的 John Dewey Disf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我们支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约翰杜威的名字冠名的教授 用历史的眼光看 我个人很难想象 中俄联谊能够给中国带来任何 长远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那么更不用奢谈给全人类 带来任何形式的经济繁荣 中观历史 中国被俄罗斯用一个不好的词 PUA了一次又一次 而反观历史上 中美的友谊 从之前我在直播中讲的 晚清第一位美国驻华公使 普安城 到卡特时期 中美关系正常化 都让中国有了更大的学习和进步 以及中国和世界更大范围的融合 而我更愿意看到 我自己的儿女子孙 日后生活在中美和谐的一个世界 而不是中俄侧影的一个世界 中美是世界的两极 能够搁置争端 解决争端 那么可以为全人类 谋取长者的福祉 而俄罗斯目前仅仅只是 拥有核武器的一个巨型加油站 A giant gas station with nukes 同时在军事冒险和社会动能的压力下 很有可能 未来某一天 会发生第二次解体 所以就我个人立场来看 是坚定地希望乌克兰 能够以自己的方式 争取和平和自主 同时我也希望 中国能够在中立之余 发挥合理的道义功能 为最终的和谈 做出努力 展示大国风范 所以我坚决地反对普京 特朗普 以及欧洲极右民粹势力的 沉扎泛起 古有云得道多助 师道寡助